看看新闻吧 照片里这个眉清目秀的帅哥 是不是看着有点眼熟 这可不是什么当年的偶像明星 其实照片里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央视名嘴李勇 原来5月3号正值李勇的44岁生日 再加上第二天就是五四青年节 这个特殊的日子 不禁让李勇的太太哈文感慨万千 李勇的妻子哈文 忍不住借着这张25年前的轻松旧照 追忆起了两人的似水年华 在我18岁那年认识了19岁的你 牵手20年后的今天只限缘分 今天祝老公生日快乐 发张19岁的照片与往事干杯 哈文一次随意的怀旧 在网上一时激起千层浪 许多网友看过照片后 都对李勇当年的萨爽英姿惊叹不已 盛赞他颇有当年费祥的风采 还别说网友的评论 倒是和哈文当年的感触不谋而合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他有一段时间就挺像费祥的 那个时候真的 你们现在可能想象不到 那个时候真的是 岁月不饶人啊 他其实那个上大学的时候 还是挺清秀的 因为他特别白 他特别爱穿 所以每次都是打扮的 在学校就特别会打扮 特别会打扮 然后你设计衣服到裁缝店里面 他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抢眼 就是走到那个人群里 一堆学生可能他不是最漂亮的 但他一定是让你一眼能够认得出来 假如青年时代的李勇 已经让你弹眼落惊 那么赵本山年轻时的风采 恐怕更是出人意料 看看这张拍摄于1989年的老海报 你能相信这个光着膀子 梳着猫王室高耸发型的俊小伙 和穿完舞台上的黑土大眼 竟是同一个人吗 赵本山的这一造型 被不少网友赞泰 有些混血气质 极具偶像风范 看来本山青年 在变成本山大叔之前 也有一段万人迷的青春岁月 当年他在同龄人中 也是标新立异的典范 15年前他曾为歌曲 我心中的太阳拍摄MV 其中这段在男女老少造型间 穿越的变装秀 即便在今天看来 也依然让人眼前一亮 作为赵本山的春岸老搭档 宋丹丹当年的经验程度 比起本山大叔来 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想切出一张 11年前拍摄的泳装照 无数网友便立刻为之倾倒 11年前在拉斯维加斯照的 昨天找出来觉得真逗 我如真有那样好的身材 会成个什么样的演员呢 柳叶湾眉樱桃口 谁见了我都乐意瞅 M村隔壁内五老二 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青年宋丹丹身材堪比 健美运动员 相比之下 原历的青年照片 似乎有些让他不堪回首的意思 5月2号他通过微博 上传了一张学生时代拍摄的 华丽照 他自己都被当年的浓妆艳魔 给吓坏了 哎呦天哪哪哪 哎呦天哪哪 啊 啊